文昌港古經主持文昌 文昌港古經一至四都是我們的節目 和大家馬上講一下長實的親海站的燒請 這個盤由唐的親海站二期是近期市場熱話 當然是因為它的定價在市區樓來說 可以說是不到三百萬 真是近年少見的入場價 而在8月12日正式開售 最後長實一次過推出所有626伙 而且可以全數沽 根據明報講法 今次是近八年來首輪銷售單位最多的新盤 亦都能夠全部賣一出 據說長實計劃會誠勝追擊 即是近期樓市是一個小見的銷情方面的好消息 如果你純粹說銷情計 價格來說或許就未必 這個樓花期我們都提及過 長達27個月 即是要到2025年才能夠入房 當然有些現場的買家 樓都沒有看過 例如有一位就讀高級文貧的蔡同學 他說買來方便上學 但是兩年之後可能他已經畢業 可能都未正式能夠裝修好入伙 不過呢 親海站的銷情設業可見一班 在銷售之前已經收超過38000個認救登記 這個是香港史上新盤的票王 當然啦 你說當然是票 入票 最終賣多少才是數 早上9點鐘 紅磡智庫都匯方面 都是長食旗下 已經是人生人海了 部分8點半開始已經陸續抵達 甚至有代理租用商場餐廳 被買家等候 非常早已經迫爆了 高峰時排隊人龍一直延伸到 到商場之外的天橋 兜著這個紅磡站 龍尾曾經去到黃埔和附近的半島豪庭 可以說是非常誇張 在近期樓市燒情可以說是相當薄弱的情況之下 親海站確實是一個異數 難怪有樓神卓號的執行董事 趙國雄代表長食都說 為出席人數理想 亦都對於能夠以合理價錢 幫助有計劃置業的市民上車 是開心的 在10點多已經進行即場抽籤 眾籤買家力都可以立即選樓 而出席選樓的人數大約7000人 據銷售安排 親海站分AB組選樓 A組需要買入至少一火開放式單位 或者一火三房 或者任何兩個單位 而B組呢 就可以自由選單位 兩組買家最多可以買四個 有些都不只買一個 施支了兩三千萬 買單位的也有 約8點45分已經賣光了 也有些人據待你的說法 就說見到親海站這麼熱 怕買不到 於是就去買入其他市場的二手盤 另外 恆地旗下 留花期都達到20個月的紅磡必加坊三期 亦都在同一日進行次輪銷售 合共23貨 單日都是賣到10間 雖然都不算差 收回5100賣 但跟詳實一樣 1Q清袋 當然是沒得比 但市場上 其實其他二手方面的消息 就不太理想 例如大埔天鑽 最近一個特色戶 一千萬億手 但實際上是虧了13% 四年辭貨 輸了860萬 替古城方面 也有一個赤價穿了12000元的沽盤 最終940萬沽 原業主之前曾經以1270萬放 7月初再減到1050萬 現在再多一球才最終沽到 累計都減到2成6 或者330萬 當然也有說法是 因為這個盤 客廳外接一些公家平台 即是超低層的單位 而管理署近年 已經嚴禁住戶 私自使用平台 所以外望方面景觀差 影響了造價 嘉豪山莊亦都見到一個低價買賣 8座的一個單位 550平方尺 三房價格 原本叫價500萬 最後要減到4850萬 尺價8180元 原業主09年買 賬面是有賺的 但如果你說近幾年 進入的輸的機會比較高 例如港島西半山 一個SOHO 38的高層單位 這些就是納米樓 很小的單位 269方尺 東方就說 全民570萬賣出去 尺價21,190元 18年買入賬面已經損了 200萬或者貶值2成6 在元朗方面 Yohu Napoli 有個28座的低層戶 只有251平方尺 原本叫價330萬 也要減價325萬 尺價12749元 要虧是三成左右 約四年貨幣 帳面沒有了130萬 所以2018、2019年之後 入市的看下去 暫時輸的機會都很高 如果你是更長的話 2010年左右 入市的話 情況好很多 當然 現在市場都關注究竟 長實這次 一青袋賣光 親海站之後 會對周邊的其他盤 甚至是其他市區盤 會不會有一個減價的壓力 而且這次也不是 長實今年之內的第一次劈價 其實已經是第三次了 因為2月份的時候 長實推售長沙環外海還貨尾 當時的赤價折實後 只有17500元 已經比之前的價單減價了 一成到一成六 亦都比同區半新盤折釀了大約一成 結果是清袋 3月份推售屯門飛揚二期 第一批單位 平均赤價12500元 亦都比22年7月開售的第一期 折揚了17% 當時已經說是一個深水炸彈 所以這次親海站 似乎是屬於核彈級別 不比之前 當然 這個盤 我們都討論過 因為油塘 附近有混凝土水泥廠 亦都比較像一個發展中的地區 周邊始終都是很多廠地 所以本身屬於一個重建項目 成本比較便宜之餘 周邊的發展仍然有待改善 為了增加加快的周轉 似乎砍也不是不合理的 不過 都要特別留意 本土研究社方面 他們都是就著香港的土地問題 以致可持續發展做了很多的研究 他們都留意到這個親海站 可能會成為更大的疑問 到時親海站的價格 無論是租盤或賣盤 是否可以站穩 可能會成為更大的疑問 本土研究社就提到 油塘方面有很多的潛在供應 當中除了親海站一二旗 常實的幾百個單位之外 港鐵油塘有一個通風樓的項目 油塘灣、遊行地、新世界 聯合發展的油塘灣項目 才厲害 有七千個潛在供應單位 另外東元街、月秀、內房 也有一千四百個項目單位 其他小型的 也有五礦地產 維南東岸、朗育、保理置業 也有包市基金 四山街八號的細運貨倉項目 清建國際 在東元街的十八號項目 以至是雲安地產 四山街的油塘工業大廈 這裡加起來 就有潛在供應 加上未來 接下來的一些陸陸續續 因為2015年油塘工業區才正式大改造 所以陸陸續續再落實重建 所以實際上潛在供應至少一萬二千個 甚至遠超萬三個 所以本土研究社就擔心 接下來考慮附近將軍澳137區 日出康城 啟德跑道的住宅區 這裡加起來接近四萬個單位 除非香港樓市 他們認為明顯的大逆轉 否則可能大家一個就比一個便宜 順理成章順勢而為 希望可以促銷 而且他們都留意到 發展商已經有拖慢發展和推售的情況 譬如2020年開售五礦地產的衛南東岸 賣了三年還有兩成二單位未公開賣 2013年已經獲得成規會開綠燈的 一個巨無霸油塘灣發展項目 但是發展商仍然說 致力向政府力增減保地的金額為油 還在養草 所以看下去 這些發展商都看到 供應似乎很多 不急著在短期之內推出市場 但是詳實可以說 他們開啟了第一槍 但是這裡有一個問題 如果其他發展商拖慢步伐的話 而一些新發展商先行去清袋 即是說 一些未被併救 或者一些廠房在閒置 或者仍然在運作中的兩個運營廠 運營土廠 就會成為一個 和新盤並存的尷尬情況 亦即是說 土地公住兩用的衝突問題 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 到時在2025年 入火的一些 例如親海站的住戶 是否可以適應和運營土廠共存 所以這可能是 這些用家要面對的問題 當然 這裡亦是意味著油堂方面的其他項目 因為發展未如理想 價格可能沒有辦法向上 或者沒有辦法有力的支持 所以這裡也是值得留意的地方 當然 對於詳實來說 今次的推售可以說是非常成功 一次過清了600多個單位 拿回幾十億回來 對詳實來說 這可能算是一個好消息 不過要留意 就是因為這一件同樣 劈價亦都會損害 詳實其他持有的香港物業的可能股值 即是說其他的發展商 當然亦都會受這個劈價影響 而詳實持有的其他市區項目 都難免受到今次減價促銷的波及 亦都就是說整個香港地產的股值 可能會因為這個盤 出現一個轉捩點 所以當然 當然 暫時可能都是言之上早 還要時間觀察一下 接下來的走勢 不過 在內地的內房問題 仍然困擾市場的這個時間 內地的消費經濟也不振 香港方面 現在的樓價或者租盤的情況 可以維持多久呢 這個都會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文昌講古經 主持文昌 這百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 FMTV